新的生活开始 取得房子的钥匙标志新生活的开始 但下面的事情需要办理以下13件事 第一件是水电和天然气 你的律师应该已经将所有交接手续办妥 所以留给你要做的实际上不多 但在入住的第一天至少写下密表的读书 这样你就知道你应该从哪一天开始付费 有的时候你应该从哪一天开始付费 那个时候水电公司会寄送你一大笔的账单 里面包含了以前的房主或者builder的费用 那个时候你现在记下的这些数字就有用处了 当然现在是智能计量表 电力公司和气公司也会知 您的实际开始时间从零计算 如果说过户日completion是11日 交房日position是12日 也就是说12日才能拿到钥匙 因此您可上网或是打电话通知这些公司 告诉他们您的交房日是12日 请他们为您开通天然气和电力服务 而Telus或者Shaw等电视 电话WiFi是要提前预约的 可让他们派人12日上门服务 为您开通电视电话上网 等服务 首先 BC省天然气公司中文网站Fortus BC 开通天然气服务申请有两种方式 网上申请 Fortus BC BC省天然气服务申请 电话申请 Call a customer contact representative 电话号码 6045767200或者18775767200 客户电话 18002242710 其次 BC省电力公司 BC Hydro for requesting an Service for your new home 您可以上网注册 也可打电话 BC省电力公司 BC Hydro搬家页面 设定自动转地址开户等服务 开通供电服务申请有两种方式 网上申请 Create my Hydro profile 打开这个网页 下载一个pre-authorized payment plan application form 电话申请 Make a phone call at 6042249376 接通后可要求中文翻译服务 有说国语的 在联系开户等事宜时 BC省电力公司总会要求和屋主 说话 非物业主人代表屋主打这个电话 必须物业主人在身 旁 第二件事物业税 同样道理 你的律师应该替你 完成过户手续和必要的调整 如果市政府向您寄来一份 错误的递税账单 请尽快传真给你的律师 他 他应该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件事 通常您会在closing的下一天 从您的经济 手里取得钥匙 根据occupancy的日期而定 一旦拿到之后 立刻驱车去到你的新家 进屋后检查 有哪些正常 那些不正常 电器车库 opener照明灯 吊灯空调 电炉等 还要看水管 有无漏水下水道 及马桶是否通 检查是否有打破的门窗户和玻璃 注意房屋附属品 和你在最后的inspection 实看到的 有没有任何差异和缺少 比如家用电器 是否被换成别的型号 或者漂亮的窗帘 窗纱被拿掉了等等 检查有没有堆放着 还没有清除的杂物 甚至垃圾 如果您发现有任何问题 请立即打电话给律师事务所 或者您的经纪人 即使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30分分 肯定没有人接听了 但是你一定要留言 清楚地讲出姓名地址 电话问题 下一个工作日的早晨 一定要再打一个电话 去追踪 这是在完成交接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步 可惜很多人没有重视起来 跳过了他这样 很有可能在后面的日子里 与烦恼为半了 不要等上三天再去联系律师 那时他们不会注意你的 此外每一件发现的问题 最好都照向作为未来的证据 第四件事 如果您是从Builder那里购买的新房 那么很可能你会发现 滴滴列表 中的很多项目都没有完成 不要慌 开发商会慢慢地 一件件地做完的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记录下所有 在滴滴上面的 但人未完成的工作 以及交接后 新发现的缺陷 或缺少的工序等 无论多么轻微的的问题 都要写下来 并且不管是否 已经在滴滴出现过没有 第五件事 强烈建议您更改大门的门锁 从安全的角度 这样做是值得的 换一把锁的费用 仅有30到50块钱 到 Home Depot或Canadian Tire买锁 注意其款式 是左向还是右向 对应你的门 是左向还是右向开 买回家后 一般不用担心锁心的长度 跟你的门对吧 对应 因这里的锁心有两档 一档约6cm 一档约7cm 拧一下就变档 门锁背面 反栓部分最后的固定 可能是靠索付配件中 一颗 微小的零件插进去 而大功告成 注意抖开配件包时 别 把它甩丢了 也别是其无用之物 缺了它 你的锁寿命威夷 找准锁心的长度后 最重要的是 安装时锁心室 Bubside D down 还是D downside 这一步做错了 门锁上后 钥匙就拔不出来 如发现此问题 把锁心调个180度就对了 第六件事 如果十全新的房子 给加拿大邮政打电话 让他们知道 你需要一个新的 邮件信箱的锁和钥匙 他们会免费给你配置的 新的密钥将一般会放到门口 有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当地的邮局去取 另外可以到就职所在的邮局 买一项半年期的 mail forwarding服务 这样如果有的地方 忘了改地址 仍然把信寄到原址 的话 邮局会把它自动转到新址 第七件事 打电话给你所在室 或浏览市府官网 或下载市府APP 询问如何取得城防垃圾 和循环再生品的塑料桶 是否付费等同时 要一份收垃圾的日程表 第八件事 根据法律规定 你应该在搬家后的 一定期限内通知ICBC 你也可以到附近 ICBC服务机构 申请更改驾照地址 第九件事 给所有的相关地方打电话 来更新你的地址 这些地方包括 银行信用卡公司雇主 学校保险公司 投资机构Air Mills CAA卫生部协会 俱乐部等等 第十件事 替您的孩子 在新的学校注册 您可能需要出示 房屋购买合同 因为这可能是你目前 为止 唯一的来自 新的地址的居住证明 第十一件事 留意您的信箱里 有没有收到律师 办公室寄来的 交接文件里面 应该由Land Transfer Deeds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地契 以及其他的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件 如果Closing之后 四周内还没有收到的话 请联系律师 第十二件事 设法联系Telos CIK等本区代理 找他们的话 有可能拿到一个 不错的deal 通常比你自己 打电话的效果好 在黄页和其他网站上 都有这些 提供折扣的代理 可以和他们谈谈 不过要小心一点 有一些代理 为了和别人竞争做出 虚假承诺 但是到后来 你发现 他们给的价格 根本拿不到 他们有可能再电话了 给你一个价钱 而当签单的时候 是要转到 Customer Service那里 要注意他们英文里 确认的 是不是和代理讲的一样 第十三件事 建议全面清理房子 包括管道 除非这件房子 处于超捷径的状态 在白天的时候 打开所有窗口 让空气流通 如果财务条件许可 可以把地毯 换成硬木地板 或者至少要用蒸汽机器 将地毯整个清洗一遍 谢谢您的收看 感觉好 就动用您的贵手 点个赞呗 如果能关注并转发 您的好运就不远了